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星期日 给大家说 大家要小心 在网上不要随便批评钟南山 因为我们今天得到消息 一名男子在网上批评钟南山被行政拘留了15天 是广州省中山市检察院发现在广东 一名的图姓男子 透过微信批评钟南山 然后检方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审查 什么是民事 因为这种属于就是说诽谤 因为你骂别人或者你批评他 对吧 你造谣 对不对 这属于诽谤 诽谤了应该要周南山自己去 因为这是民事诉讼 对不对 我是被害人 对不对 我是原告 我来告他 这个就是说你不需要周南山出面的 我们检方我们以民事公益诉讼 我们等于算公诉了 这一般来讲应该是刑事案件 这种案件一般来讲不应该是民事的话 不应该是公诉的 但他最后就公诉了 他愣要公诉 你怎么办呢 反正说是当年习近平同志说的 说的 知道吗 就是说应该就有这种 有些时候咱们政府也要出面 民事案件也该告也得告 不能放过他们 反正在中国是符合法律的 然后公安最后就裁定 该男子行政拘留了15日 我就搞不懂了 你知道吗检察院立案审查 然后怎么会是公安裁定了 这应该搁法院 这不民事公益诉讼 最后不是法官裁定 是公安裁定 反正中国怎么知道 就告诉你一句话 你中国这个事 想不通 你就想在这在中国 对吧 你就想通了 反正告诉你 现在中国不能批评中南山 批评中南山拘留15天 现在网络对中南山的谣言比较多 本来我是想做一期就是说会员专享视频 说说中南山这个事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 对中南山的这种说法 实在是太没有根据了 咱们我是说我们会员专享视频 也是报小道消息 但是小道消息也是要靠谱的 对不对 有人说怎么这两天小道消息报的少 你要明白 我们报小道消息 绝对不是我坐在自己家里 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我肯定是真的前方有记者或者有谁给我传来的那种消息 对吧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 对吧 中南山本来我想做一期会员专享视频 但是看了一下消息源真的是不太可靠 消息源其实主要就从天眼查查的中南山的个人 中有的公司 他认为中南山个人的中有三家共 就是说不算中有 就是说还有一家是中有 另外几家算是他参与控股 以中南山这么大的名气 从03年非典之后就非常有名全国文明的人物 在中国就算他有三家公司也很正常 对不对 前两天中南山的儿子出来 然后好像带着一条爱马仕的皮带 有人还酸了 就觉得他怎么这么有钱 能带爱马仕的皮带 这个就很正常 对吧 这种你知道吗 十个节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 对吧 人家在医药公司里边 对不对 然后他儿子 我估计可能好多 因为有的时候中南山 不方便出面去参与的一件事 总要有一个人来搞 对不对 我以前我就说过 我们以前我们在天津 我有一个同学 他上学的时候 他还没毕业 他就已经在医药公司任职了 他父亲就是某一个 就是我们天津一个大医院的 还是某医院某一个所 还不是医院长 医院下部有各个什么研究所 这个所 那把所的 他不过就是一个大医院 下面一个所的一个所长 但是他因为不方便出来 就以他儿子的名义 在下面好几个这种 三个医药公司都有他的名字 有医药的股份 然后每个月还得开工资 人家对不对 那你想拿着三份工资 一般上学也不用去上班 拿着三份工资 在中国比较正常 我想钟南山的儿子 也是可能在多个医药公司 或者什么地儿认职 对吧 但其实大的都是钟南山的招牌 有的人就说 说钟南山最近 他的言论 好像对中国政府比较有利 看起来是受到了政府的指点 再发表一些言论 有可能 有的人说 有的人当然就不相信 就觉得钟南山不是那样的人 钟南山铁骨铮铮 他肯定敢怎么着 我跟你这么说 以前也经常有传言 有一些老的革命 老领导们 说什么写信 然后禁言中央 说中央这样做不对 怎么着 怎么着 写什么万言书 后来说都是这么假的 知道吗 说根本就没有 有一些老领导 老领导有一些 尤其前些年 当然说的都是江泽民时期 但是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都差不多都死光了 江泽民时期 是有人就给江泽民禁言什么的 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些老领导 都是老红军 胆子也大 资地又深 你知道吗 而是打完仗出来的 人从战场上滚过来的 不怕死 胆大敢说 不要说跟江泽民了 毛泽东时期 都有敢说话的 老红军那帮 对吧 都从战场上滚过来的 但是最后证明的 在江泽民时期 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江泽民时期 就说 说叫闷声发大财 对不对 有一些老人 是 我们听说的 有一些看不惯 私下里有一些 就是说 不同的意见 但是最终根本就不会 就是写封信交上去 是不可能的 据说老爷子 刚有点那种想法 对不对 儿孙们就跪了一地 也说 老爷子 不行 老爷子 你要想清楚 老爷子 你是不怕了 对不对 你写上去了 对不对 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着 我们怎么办 我们 你下面一帮徒子徒孙 跟着你混的这些人 对不对 你老爷子 你算算 下面跟你混的 可能两三千人 都要倒霉 对不对 这个也是事实 你想当年林彪 林彪出售之后 四野多惨 你知道那四野当时 号称四大金刚 非常惨 很多人最终 真的是搞到了家破人亡 你知道吗 所以 到了 当你官职 在中国 你的官职 威望 到了一定的承诺之后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你想的不是自己 你不是说我铁骨正正 老子 舍得一山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对你敢 你儿子敢 对不对 你刚那什么 你儿子想跪地 爸爸 别 我的天 要了亲命了 我的爹 对不对 然后孙子们说 爷爷 前两天 我今天我还看 有个小女孩 她爷爷 复工 我要去上班去 那小女孩 五岁的小女孩 出来的 爷爷 你去上班 他们把我们都隔离了 对吧 所以你就能明白 对吧 钟南山这种 也是没办法 她是年龄大了 她这算是她怕什么 她也不怕什么了 但是她要思考 对不对 下面很多人跟着她混了 对不对 那么多的 不说亲儿子 亲孙子 下面一堆徒子徒孙 跟着混了 她如果说到牵连的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 也不要对钟南山 就是说太苛刻了 首先还有一点 主要的一点 你知道吗 是你也不敢 拘留你15点 对吧 所以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我觉得 也体谅她 怎么办 对不对 我觉得每个人 每个人的选择 怎么办 然后我觉得她搞了一些公司 她儿子搞了一些公司 也消费了 人家儿子不也高消费 拿着爱马仕皮带 我总觉得这样 其实挺好的 只要她去 她挣了钱 她高收入 然后她高消费 能带动经济就好 我今天我跟我老婆还说 我说要想发展起来 主要还是要有钱 苍领时而知礼仪 衣食足而知荣辱 刚才在推特上 有一个网友 特别不高兴 跟我说 他说什么 法治和 你说 他说 他说 我特别失望 我民主与法治 败给了金钱 花了你们说不要钱 还要10美元 然后 10美元一个月的会员 然后我老公傻乎乎的 就跟他对质了 你为什么造谣重伤我们10元 我们就一块钱 他说 那对不起 我看错了 那一块钱我还是有的 我当时一看之后 我就乐了 我心想你别加入我们会员了 我们可不想让你的民主法治 自由 败给你的一块钱 对 其实反正说到底吧 还是还是 还是钱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他就觉得 那一块钱 他就觉得这个就行 对吧 要是1美元 他就觉得就行 要是10美元 他就觉得这太贵了 怎么能这样 这就没有天理了 是不是 要跟大家说 其实很多人那显示的什么10 不是美元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货币 你知道吗 是根据你的货币走 我们一个月就收1块钱 收的是1美元 好吧 这个首先说一下 然后就是说 我就觉得咱不说咱会员的事 咱就说中国 我就觉得一定是苍领师之礼 一之多之融入 一定要你的经济收入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才真的能够实现 经济程度没到的话 你政府换来换去没有用 刚刚我们讲塔利班那个事也说 你像阿富汗中东也是 知道吗 美国去的 他总觉得是美国总认为 好像你现在这阿富汗政府有问题 我把它退翻了 给你换一个就行了 不行的 你明白吗 因为他那人就那样 他在这就那么穷 对不对 你换了政府不解决问题 你要帮助他搞经济 比方说老百姓有钱了 他如果那是经济发达了 科技发达了 对不对 老百姓大家手里都有钱 每个人每年年均收入在6万美元 你不用换政府 就现在这个政府也会变得 民主法治和自由起来 中国的问题也是 就刚刚我们讲的黄冈 黄梅镇 那叫什么 什么姚村 这不用事吗 那种就是预备 你知道吗 发了消毒片 然后当药吃了 你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中国你就换了个政府 又能怎么样 他不会怎么样 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 所以主要来讲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大力的发展经济 所以中山山搞点企业 也搞点企业了 发展一下经济 高消费就好 我觉得搞活经济 老百姓先挣点钱 反正我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大家又觉得就是说 当然很多人现在各有各的观点 对吧 太平天国又觉得把共产党推翻了 然后太平天国上去就好了 对吧 那种动物帮 动物帮就觉得天安门成了照片换了就好了 我觉得都好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大家都很有道理 好吧 我觉得还是经济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想说什么 我最后就是再说一句跟网友道个歉 我并不是说想要尖酸刻薄的去讽刺挖苦涛 只是他跟我开个玩笑 我也跟他开个玩笑 真死而已 对 开个玩笑 别想心里去 然后有的人就说你穷死了 就是疯了要钱 我觉得我一块钱就是象征性的 对不对 当然了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你看三天 对吧 其实三天都不到 我们27号晚上开的会员 到现在刚3月1号早上 两天多一点的时间 既然有5000多人加入 我也没想到 的确确 因为5000多人加入的话 一个人一块钱也5000多块钱 对不对 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夸张得多了 我当时我跟你说 我估计当然几十个网上 我说几百个人 也就是一个月 那个几百块钱 反正一死一死得了 还真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快 而且还有好多人都在问我 到底怎么加入什么的 是吧 主要反正我觉得有几个要注意的 第一个 如果你翻墙的话 你IP地址要选一个美国的 好像据说你只要IP地址选美国的话 直接就可以加入了 拿一个随便拿个微塞卡 就可以加入 然后其次 如果你没有信用卡的话 我社区里有一个网友给了一个 我有一个图片 就说就不需要信用卡 也能加入 但是就即使你不用信用卡 加入的话 IP地址也还要选上美国 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还有有人说 我用iPhone的手机和iPad 没有加入链接 这的确 苹果 因为如果你通过苹果加入的话 苹果要收钱 所以YouTube就不让苹果挣钱 所以苹果的设备是没有的 但是电脑可以 苹果的电脑可以 但是用iPad和iPhone的不行 那么我们的里边 我给了什么 给了加入的链接 我现在就我最近发的这几个视频 应该每个视频下方的频道说明里 都有加入的链接 你如果用iPhone和iPad的话 你直接点击链接 也可以进入 有的人就觉得好像钱 我觉得你是看钱 我觉得 我觉得一块钱 真的就是一个 我只是象征性的 我只是觉得 因为我说一些东西 有一些小道消息 你像中山山 说他公司对吧 今天小道消息 我总觉得 如果是一个会员专享的 大家说 我会说的 其实中山这事 如果这是预期会员专享视频 我会说的更热闹 更精彩一些 但这个咱们就是说 是非会员的 咱们在网面上说 我就说的 其实我就比较含蓄 我就会收着说 说的就不那么 手舞足蹈 你知道吧 没有什么意大利风格 对 其实我是觉得 反正收个一块钱 然后我就可以撒花的说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当然了 现在就当然了 这东西 它虽然是一人一块钱 它架不住人多 对不对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对 但是人多的话 说明大家还是 比较支持我们 对吧 我们只能说 表达谢意和感谢 对吧 还有 我就是说 即使是会员专享视频 我觉得我在标题里 也会说的比较清楚 所以对于那些 如果不愿意加的 或者暂时加不了的 有各种 游人口 有各种问题 加不了的 也没有关系 你到播放列表里 点一下 你进去 你看眼标题 反正大概齐 也八九不离时了 你也知道我说什么 就得了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